哈喽,大家好,又见面了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 我们又来到了第一期视频所拍摄的这个地方 如果从第一期视频就开始关注我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椅子 非常烧气的一个粉色的椅子 那么布地冲游 差不多隔离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这个地方非常的吵 还是早上会有很多的人在这边 为这个商场的开门而做的一些准备 那我们这一期的话是赶在10月底所出的最后的一期 想给大家讲一下下定时这个东西 因为可能年纪大一些的朋友知道 在国内的话其实在90年代之前 都一直是有下定时的 那么每年到了夏天会把时间往快调一个小时 然后到秋季的时候再调回来 那么后来的话这个就在国内就废除了 但是在欧洲这边还是一直保留的 这样一个夏令时的实质 说在2018年的话在10月28号周天的时候 会在午夜把时间再往慢调一个小时 这样的话跟国内的视察就达到了7个小时 那么为什么要有夏令时这个东西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夏令时这个概念吧 夏令时的话 其实它是相对于格林威治时间进行了一个调整 基本上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这样一个政策 在3月的最后一周将时间往快调一个小时 在10月的最后一周再将时间调回 那么这个地方还要澄清一个有误解的地方 就是冬令时有些地方的话 有些人可能会说夏天的时候调到夏令时 然后冬天的话再调回冬令时 冬令时的话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在使用 就是爱尔兰 那么他们的话会在每年10月的最后一周 将时间调慢两个小时 只有这一个国家是使用冬令时的 其他国家都是使用夏令时 那么我查了一下资料 目前世界上在使用夏令时的国家 仍然有110多个 在英语国家会有一个叫 Spring Forward Fall Back 也就是说春天的时候往前调 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再调回来 它是这样一个说法 那么夏令时的话 它的一个发起其实也没有很长的历史 是在二战之后 因为战争的原因 导致资源非常的匮乏 能源也非常的匮乏 所以说当时就想出来将夏天 因为在全球夏天的白天时长会长一些 所以将时间往前调一个小时之后 晚上的话大家就可以空余抽更多的时间 来进行活动 减少了这样一个开灯的时间 但是其实 实际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而且现在全球 这个能耗来看的话 其实照明的能耗 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 更多的能耗可能是在 制冷以及能源方面 比如说夏天 按照我们这个想法 往快调一个小时之后呢 可能你白天的时间更长了 所以说你开空调的时间也更长了 导致其实能耗消耗是增加的 其实夏令时的调整并没有带来 最初的这样一个意愿的落实 但是它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夏令时 它其实是增加了这样一些经济的增长 那么比如说原本是五点钟下班 然后往快调一个小时之后 就是在原来的四点钟就下班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会有很长的 下班之后会有很长的一个时间 还是白天 那么很多人就会选择逛街 然后去周边游玩 然后去外面吃东西 当然了还有一些人你懂得 对吧 然后利用这些时间去做一些 嗯嗯嗯 对不对 这个你是清楚的 我就不说那么明白了 所以说它带来了一些经济的增长 那么同时的话 因为白天的时间更长了 嗯也导致了犯罪率的降低 也就是说 呃白天的时间 做案是没有那么方便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很多人 只好闷在家里或者去 嗯嗯嗯 对吧 你懂的 汤郎郎拔出宝剑 哗啦啦嘛 所以说犯罪率也有所降低了 那么这个是夏令时所带来的一些好处 当然了它其实也带来了一些不变的地方 比如说 呃 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国家 因为欧洲这边的话 它是在高纬度地区 大部分国家都在高纬度地区 所以说调整了夏令时之后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白天日照的时间太长了 那我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呃 就在波兰日照处于是欧洲中部的这样一个位置 呃 北中南我们这样来区分 它其实呃 也是呃 晚上会到九点多 有时候最长的时候 差不多到十点的样子才会天黑 那么这样的话 就给很多无良的企业雇主 呃 一个机会 因为我有朋友是在这边的一些中资企业的工作的 具体哪个公司我就不说了 夏令时的时候 他们的领导就跟他们 他们这样说 干活要干到天黑 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就很惨了 每天要干到九点多十点 天黑日落而熙 当然了 话又说回来了 这冬天的时候 这边下午三点多四点天就黑了 他们也不能下班的 所以说 对于一些 怎么说呢 没有原则的地方来说的话 这个夏令时还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困扰的 还是那句话 你懂的 在普通时区调查夏令时的这一个时间呢 你会少一个小时 这样的话 你早晨就要比原来早起一个小时 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痛苦的 当然了 带来的好处就是 你比之前早下班一个小时 然后下班之后 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你个人的活动 当然了 夏令时其实也是会带来一些不变的 比如说出行的一些朋友 对不对 你正好赶上这个调食区的这一天 去出行的话 可能比如说乘飞机的时间 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惑 乘火车的时间也会带来一些困惑 而且由于内部时差的这样一个原因 也会导致很多人去 也会导致很多人 误了飞机 误了火车 或者说是上班迟到 对不对 这个还是 也很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痛苦 就是导了时差以后 从冬季到夏季的时候 你会比之前早起一个小时 会有一周或者是两三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去导时差 夏季到冬季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多睡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最后我来说一下 这个换夏季时对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样一个影响 其实我个人看来的话会有一点影响 但是影响不大 基本上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调整过来 或者说如果说你平时生活比较规律的话 其实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导过来了 其实我想说 讲了那么多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冬季时和夏季时在切换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感觉的 因为现在的话 像我还在用这种老式的手表 那么可能很多朋友是用手机去看时间 这样的话 其实现在手机都有自动调整的这样一个功能 它在对应的时间自动就会进行一个时间 时间的校正 所以说你一觉醒来之后 甚至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 已经调了夏季时 或者说已经从夏季时调回了冬季时 你完全都不知道的 所以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个只是一个概念 只是脑子里边的一个概念 但是实际对你的生活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可能唯一的影响就是多睡 或者是少睡了一个小时 这个地方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来这边 比如说买东西啊 或者喝一下咖啡什么的 这边的话 其实大部分商场都是10点钟开门 所以说 如果赶得早的话 你可以先来这边 whatever 录一些东西 然后也不会有人去管你 那么近期的话 我们的视频粉丝也有一定的增长 然后YouTube上终于突破了100人的观众 那么后续的话我会继续努力 当然有一些朋友也给我 不管是从YouTube上 或者说是bilibili 或者说是知乎 或者说是通过微信的方式 或者说是吧 我原本认识的朋友 都通过各种方式给了我一些建议 那么我也会将这些建议吸取和采纳 然后后续在自己的视频当中更多的去完善一些不足的东西 让它变得越来越好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那么记住一定要关注我哦 好了 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一期视频再见 记住哦 我是一直待在欧洲的chami里 记住关注我哦 拜拜